加州社區服務和發展部 現已推行低收入家庭用水援助計劃 為租戶和業主提供水費和污水處理費補貼 該部門表示目前很多拖欠水費 或污水處理費的低收入居民 已獲得數百元甚至數千元的財政支持 來支付他們的帳單 截指自明年3月符合條件的加州居民 可申請一次性補貼 致付水費和污水處理費 了解更多詳情 可訪問加州社區服務和發展部官網 網址csd.ca.gov/.waterbill 天下維持記者編輯報導